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怎么了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喂 喂 怎么了 你说 哦 我刚 我刚看见你在直播 黄飞哥 你刚刚说 你不是说你会好好去考虑的吗 你怎么又说你要退股了呢 啊 我说你刚刚白天 你不是说你要好好回去考虑的吗 你怎么又想着把公司交给他们了 没事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不是你 那你现在跟家人们 我刚刚听你说你要 就把公司交给他们 嗯 对 为什么呢 没事 交给他们一样的 不是现在 你没发现现在已经公司也没什么事了吗 我说你没发现现在公司也没什么事了吗 已经 不是好吗 没有呢 他们反正意思是 哎呀 你不管吗 这个公司的事情你不管吗 不是 我这两天 我也不是不知道 对不对 可能家人们他们不知道 你爸妈那么反对你这样子叔叔阿姨都 就让你不要退 你就不要跟他们反着干嘛 你就好好听他们的 就 我在公司 好好把公司就是经营下来就行了 而且你看这两天 我没有去公司上班 小小他们也没有来防你 你也不用不用烦他们了嘛 反正以后我 嗯 去其他地方上班也可以 像现在这样子也挺好的呀 那我陪你去其他地方上班啊 我们两个一起去其他地方上班 不是王飞哥 我没跟你开玩笑 真的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是呃 这个公司的话 我家里面 自己跟小小他们家里面一起合作 继续继续继续移吗 然后我最憋的话 我就呃 刚好给自己发个价 呃 你去哪里上班 我也就陪你去哪里上班啊 咱们一起去上班 啊 不是 不是王飞哥 是这样子的 你 你爸妈不同意你退股 所以我就没退了 我就没退了 他们说他们自己呃 因为退股太亏了 然后就呃 他们说自己亲自积移 然后那我就让他们自己移嘛 我就 我就给自己放个价嘛 他们肯定不行啊 你 你这样子的话 叔叔阿姨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这几些你的刑法 我们家退出来 退出幕后嘛 就是让小小爸爸 小小家里面 小小家的人来积移出来的 让他们家积移的 我都说了 你这样子 你爸妈也反对 而且而且王飞哥 你嗯 你没发现吗 你其实小小他也没有来烦你了 而且只要我不在公司的话 你也不会 我只要我不牵连你的话 公司也没什么事的 你在公司也没事 而且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行吗 呃 没事 这些事情你不管吗 我知道 我知道你肯定是觉得我 只要我一在公司 小小在的话 你就害怕他欺负我什么的 但我不在公司真的什么事都没有的 我可以去其他地方上班 就在附近嘛 反正我放假那些都可以过来玩 都可以来找你玩 那怎么能洗呢 你会逐街的家人们 这样子行不行 不是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用退股了 你也不需要 对啊 现在也没退了 现在没退 现在没退 就是 只剩我不 不在这里进移了吗 不再不用我来打理就行了吗 让我 他们自己弄 不是 你 你 肯定这个公司肯定是要你来打理才会好啊 你都不打理的话 这公司 你肯定是一时半会 肯定是不行的 没事的 不是 其实 没有 张祖他们还是提 还是会有报法的 因为他们 呃 张祖的话就是小小的爸爸嘛 他跟我合伙的这个公司还比较小 他自己是 做的那几年两个公司才大 所以 呃 他们还是能做得起来 就算没有我 他还是能记得起来的 常是可以 但是你 你家人们 你直播间的家人们都在这么说 你不用放弃 就是我就 就我一个人丢了工作嘛 是不是 我在任上吧 做这个主机 你一个月挖或者什么 我去别的哪个公司 影片哪个公司不给我挖吗 就就什么都不什么都不行 我哪怕我这些我手里面这些线下这些资源我都不带过去 就冲着我这直播间这个七千个人 我就说我有那么多家人在支持我 来咱们直播间七千个家人们支持 王费的国家打哪个字支持 我就冲着这七千个人带着这七千个人去哪个公司一聘 哪个公司不给我不忘 但是不一样 这个公司是 这个公司真的我 反正王费哥 你就不要想着你什么给自己放松啊什么的那些 你就不要想了 就不要推好好的经营一下公司 你就你看 你就听你爸妈的 你就听叔叔阿姨的 还有我也是 我也觉得今天我跟你说了那么多 我还以为你 你就是要想着 好 我在公司 不想着退股这个事情了呢 那你呢 我真的 你看 我都说了 我不在公司 你也没什么 我也没什么 我只要我不在你公司就行了 我在其他地方上班 然后 放假了 或者是下班了 我就来找你玩 这样子行的吗 那我还是个人吗 你让我 你这样子的话让我 成什么样的人了 我从农村把你带到这个城市里面来 我说过要保护你的 我就必须要保护你 啊 当时我在 杀杀的时候 我说的那句话 你阿美你放弃的跟我去 啊 这个当时是 我到时候你放弃 不会让你受到一点委屈 啊 现在啊 你让你受这些委屈 我都已经很 不是人了 哦 还要让你自己去别的公司上 啊 还要让你自己去别的地方上班 那我成什么样的人了 只不及这些哥哥姐帅妹 他们都不会再支持我了 以后都 不是 你看啊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 我哪里受委屈了 没有 我 就是 阿美你不懂男人的话啊 哪怕 会的不好都没事 但是说话一定要算数 说怎么样的就是必须要怎么样啊 如果今天说这样子 每天做那样子 谁都看不起这个人 路都走不远 对不对 这些家人们 不是 我去其他地方我也只是在这里也是上班 在那里也是上班 对不对 你是说在在这里的话 在嗯 就是你的公司 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嘛 在其他地方 我也是可以的呀 而且 呃 只要我不在公司的话 小雪也不可能会来 嗯 就 反正也不会打扰你嘛 小雪也不会打扰你 现在 没事 阿美 你不用自责 呃 就这么一句话 呃 我愿意为了你丢掉这份工作 你只等我这么做 一份工作算什么 别说一份工作 命都可以 不是 王菲哥 你 哈哈哈哈 你这么说 我真的 你 你其实 其实你这样子 你 我知道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我也知道你都是因为我 但是你这样子 我真的不希望你这样子 知不知道 没事 阿美 嗯 你不管吗 这个公司怎么做 这些 呃 明天我家里面的人 会跟这个小雪爸爸家里面的人对见 到时候他们一起 自己打你 他们 他们 让他们来打你 就起来 我反正也好 我差不多 四年 四年没给自己放过假了 这次我要 好好让自己给自己放个假 想去哪里 玩就去哪里 玩 上一次去你们 上次去你们老家 呃 是带着工作去的 还没好好玩 你那边你们那边好多风机 呃 很多好玩的地方我都没去 呃 这次刚好出够时间 咱们两个一起去好好玩一下 你 这次啊 嗯 嗯 这段时间就暂时不要去吧 怎么了 嗯 这段时间 直播间家门都知道的嘛 这段时间 嗯 我那个事情 上次曲部骗我 他说解决好了 我以为是真的 我没有解决好 嗯 先不说这个 王飞哥你明天 明天 明天真的要听叔叔阿姨的 就 不要 不要太冲动了 明天 明天是不是就 开始说这个事情了 好像今天是最后一天 嗯 让你做决定是不是 啊 对 明天 明天解决这个事情 对呢 王飞哥 我就这样子吧 明天你就 不要想着退股这个事情 我明天我 呃 去 呃 旁边 呃 找个轻松一点的活 我就去那里上班 行不行 那怎么行 你要去上班 可以 我陪你啊 我们得一起去上班 不是 你 你上什么班 你这好好的老板 你不当 我体验一下 行不行 我去体验一下 怎么可以 我跟着你一起去体验 咱们要从最低车做起妈妈的 哦 不行呢 不行不行 不行 不 王飞哥 你真的 你 我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你 你这样子明天 你们之前 闹成这个样子 已经和那个了 你明天就不要 不要跟他们 太计较了吗 你就好好的 本来这个公司 你付出的那么多 你 你就 嗯 我想一下 我去上班 然后经常 呃 这样子 阿明 你不要想那些 你想那些 你头疼 呵呵 你不要想那些 呃 什么我都想好了 你只要呃 呃 按我说的做 听我的 呃 就行了 我把后面的事情全部都想好了 啊 也和直播间家里面的 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也说好了的 你就不管了吗 你就听我的就行 你本来你退股都是 我知道你都是因为我吗 你也知道是 呃 你就怕我在你公司受委屈 然后 呃 小小又呃 经常来找我那些啊 你 现在我去其他地方上班 那小小不就是不来找我 也不来找你 就没事了吗 没事 我们还 考虑退股这些干嘛呢 对不对 啊 那个 不退了 一句不退了 商量好了的 你不管吗 不退了 那 那你真的啊 我 我是真的好跟你说的 而且直播间的家人们 他们虽然也就很支持你退股 但是他们也是希望你越来越好 对不对 你不管那些 我反正全部都安排好了 呃 明天 等明天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等明天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我就 我再跟你说啊 我再跟你说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好不好 我 但是你还是真的好好考虑一下 你看看你爸妈 你要是真的退了 你要是真的把公司交给呃 张总他们 你真的叔叔阿姨们 他们也知道你问这个公司 没事 呃 在家里 本来 这个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不是啊 我们几个国都一起 然后 哪边国都亲自来打你 都可以的 这个是大家都有这个权利的嘛 但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就我个人这个 丢了个工作嘛 是不是啊 啊 我也不想 本来我就想 早就想给自己放个假了 但是一直有这个公司在呃 牵扯着 所以就一直没给自己放假 现在更好了的嘛 呃 刚好可以让自己写一段时间了 啊 你看你 你这你这个人就是就是 你就你现在这么说就是不想让直播间的假面跟我们 呃 担心你什么的 呃 这工作对你有什么好东西的 我还不知道吗 我还不知道吗 反正你 反正你不可以 真的你不可以退 我 我 嗯 阿明就这样子 明天 明天 呃 我 我 我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我就让财富那边把你的工资结给你 然后你呃 拿到工资了之后 我们两个先去好好的吃一对 然后呃 看到时候要是先去看 还是先去回先回老家处理你的那个会事 还是 嗯 嗯 先找费工作 这个明后天再决定嘛 到时候 如果你要先去找个工作的话 你去哪个厂里面是哪个公司里面上吧 我就去哪个公司里面一批那个高管 你发现我有这个能力的啊 到时候我肯定能一批的到一个高管啊 不管你任何一个公司 你能一批的到上罢的地方 我就能一批的到你们那个公司里面的一个高管 来还是你的上司还是你的管理 你信不信 不是你 你就何必呢 你自己好好的 你自己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去别的地方 没事啊 这个公司我们就等着家里面等着不一样 别退股 你看直播间有个家人 他都叫你别退股 你看我的话你不听没事 但是你你总得听家人的吗 你你怎么可能叔叔阿姨怎么可能会同意你你退股 没有他们呃不投意我退股这个是确实啊 这都是这几天没有直播就是因为在在家里面 跟我家里面的人在争这个这个问题 呃所以家里面的人是不同意 但是他们说啊 我不我不打你没事 是啊 他让张总那边打你去起来他们就等着飞火去起来吗 那那明天 那明天我我们早点那个吗 反正明天你跟张总他们 明天我把这边的事不是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 我就来找你找你找你然后 我随便把你的工资也把你借过来 然后 我们带着你的工资去好好的吃一对 明天呃 好好的吃一对 然后 呃 嗯 明天 以后我们两个接下来要怎么做 明天晚上我们八点开直播 跟直播间的人一起商量一起决定 行不行 行不行直播家家人们 明天我先把这个故事的事情处理好了 然后再 呃去找阿梅 找到阿梅 然后 我跟大家约好晚上八点的时候开着直播 跟大家商量 接下来我和阿梅 呃要去上班还是写回老家退回 还是该做什么去 呃开着直播跟大家商量 然后一起做绝地 好不好 行的 不必要打个起来 谁送你的目击来 谁送的目击 咱们给这个送目击的大哥点点关注 呃 你看他们都说行 全部都是行 那阿美咱们就这么决定了啊 明天明天我早点明天我早点来公司 我们在公司见嘛 因为你们没没处理好之前 你不要来公司 你不要来公司 你就在那呃 宿舍里面等我 我明天过来 我来见你 我把这边处理好了之后我过来 我我我自己我自己知道 嗯 我先挂了 嗯拜拜 明天啊明天 明天公司我早点来你 先不要自己去了